這個月6號上午9點 尖峰交通時段 一輛自小客車在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上面 禁止不動影響交通車流 而後方車輛喇叭聲氣死比落 中山路派出所遠景到場排除 而自小客車駕駛急忙的跟遠景說 有一隻小貓從路旁邊竄出來 現在躲在車子底下 而遠景也立即展開救援 我快過來要反彈 我想說他在走 還是把他撿到旁邊 一下子他就丟進去我的車子 我們當下是先用雨衣把他包起來 然後趕快帶到派救所 本所都愛貓人士 那就給他先用吹風機吹乾 然後去買貓貓罐頭 那也帶到獸醫去檢查 都沒有什麼大礙 車底下一直傳來貓咪的叫聲 擔心移動車子會傷害到小貓 遠景不顧地面濕滑 趴到車底下查看 果然有一隻小貓躲在輪軸上面 而遠景小心翼翼的伸手 將他從裡面救了出來 立刻抱在懷中 飛奔派出所暫時照顧 六日早上上午九點多 那我們接獲勤中心通報 淡金路有一個交通障礙的事故 那到達現場的這輛車輛 停在馬路中間 那去駕駛表示 有隻貓就橫越馬路 他硬緊張就鑽入車底 那我們去查看果然發現一隻貓 就小貓咪卡在左前輪的輪框當中 那我們就趕快就去伸手將它救出 淡水警分局提醒 部分動物為了安全感喜歡在狹窄或者是隱蔽的角落棲息 而路邊暫停的車輛車底以及引擎蓋 都是常發現小動物躲藏的地方 而民眾在開車前也可以養成看看車底 或者是拍打引擎蓋的習慣 多一分注意 或許就能夠拯救一個小生命 記者許多安音帶去採訪吧